大家好,我是阿米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配眼镜的经历 而配完眼镜之后 眼镜行都会在我们的镜盒里面给我们一块眼镜布 那一般朋友相信都会用这块眼镜布来擦镜片吧 但其实也许这一块眼镜布的真正用途并不是用来擦眼镜片的 之前就有网友在网络上发文表示 他之前呢,配了一副眼镜 可是镜行的老板告诉他 这块眼镜布呀,不是用来擦眼镜的 那对此他感到非常的疑惑 而且呢,当他泡文之后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的网友啊,还评论道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另外呢,还有网友表示 之前他也是有配眼镜的经历 而且呢,眼镜行的老板呢,也是告诉他 其实这块眼镜布啊,并不是用来擦镜片的 它是呢,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另外呢,如果我们的眼镜片如果脏了 其实用卫生纸去擦就可以 那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非常困惑 那到底我们的眼镜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那之前也是有专业的燕光师呢,对此进行了一番解释 燕光师表示,眼镜布的真正功能其实只是拿来放在眼镜盒中 避免眼镜与眼镜盒长时间的摩擦后产生损伤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赠送给消费者的眼镜布价格都非常的低廉 品质也一般 而且加上纤维之间的间隙较大 随着时间也容易累积很多的灰尘 到时候啊,我们如果拿着这样挤满灰尘的眼镜布去擦眼镜 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另外呢,还有的朋友习惯用衣角或者是衣服的其他部位来擦自己的镜片 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眼镜都是会有伤害的 因为衣服上啊,难免会有灰尘或者是细纱 这样您去擦眼镜片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眼镜片造成磨损 还有一点,眼光师也提到 如果我们要清洁我们的眼镜的话 可以用专业的清洁液来清洗 之后呢,再用面尖纸将水分吸干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我们的镜片上有油渍很难清洗 也可以用洗手液和洗碗剂来清洗 当然了,如果我们在清洗眼镜的时候 如果没有专业的清洁液 使用家中的清洁剂也可以 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家中的清洁剂呢,很多都是弱解性的 清洁的时间太长了 难免会破坏我们镜片表面的镀膜 所以呢,一定要找中性的清洁剂 而在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中性清洁剂 主要就是我们的洗碗精 所以呢,在选择清洁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 另外像是眼镜行常见的超音波清洗器 其实也是不错的清洗方式 因为在清洗的过程中啊 机器会利用频率传导造成真空气泡 不但呢,可以借此把眼镜的细小的脏物呢 都震落 而且还可以清洗到许多 我们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 另外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细腻的清理方式 而且呢,现在市面上也有出售那种体积很小 价格也比较清明的超音波清洗机 利用它呢,其实不光可以清洗我们的眼镜 也可以清洗像是项链戒指之类的首饰 那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一下 以上呢,就是关于如何清洁我们镜片的一些相关介绍 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